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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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今天會開社記者會就是 因為自從MeToo事件的延燒之後 所有的加害者 不管是藝人 政治人物 或是各种有对女生或是男生 有做过性骚扰的事件 全部都一一第一个跳出来就是承认了 目前只有陈先生 就是我们知道的NoNo大哥 他现在目前还是否认的状态 因为他一直想不起来任何一件事情 那自从我po文之后 就开始收到超级超级多的受害者 所有人的来信 那包含是有一些是幕后工作人员 然后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甚至有大学传播系去实习的妹妹 然后还有收到了两三个是直接侵入室的 包含拖到市民大道的残障厕所里面 然后就直接无套中出 然后所以对很多的受害者心理 影响是非常大 那我今天会站在这里的话 我是想要除了我之外 我还想代替很多很多人发生 因为可能你们现在知道的只有两位 一个是Ember是第一个 第一个Ember出来之后 她还是不愿意承认 她说她忘了 第二个我出来之后 她还是不愿意承认 她说她忘了 结果我陆续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讯息资讯来 我不相信这些没办法让她想起来 我想问一下小王老师 因为您刚刚有提到说朱海军小姐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所以你们怎么知道她知道的 就是我不确定她知不知道 可是这个时间点都是他们在交往的时间点 就是都因为第一件事Ember被爆出来的时候 朱海军说那时候他们还没有交往 可是那个时间点他们是交往的 所以变成她否认了他们还没有交往的事情 所以我是因为这样 对 可是我不确定她知不知道性侵的事情 可是我确定Ember的时间点跟我的时间点 她都是跟朱小姐交往的 那如果朱小姐也知道 你会觉得她也是加害者之后 你说如果她知道的话 如果她知道她就是加害者 可是如果她不知道 她可能也是受害者 因为她一直被她的另外一半欺骗嘛 有可能会是这样 但是我也想欣恨一下 我觉得他们想 tråden 得 bess得义 就是说那一个封信后 这个学生的动ид 那么 folks Half Мне 那屏 0 从 う 未来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